上周,小黑貌似给你们安利了一番赵丽颖的新剧《你和我的青城时光》,经过观众们一周的鉴定,终于在豆瓣上给出了一个还算欣慰的分数,6.3分。 对此,小黑只能对小谷的那些粉丝们表示由衷的钦佩,你们绝对是本年度的中国好粉丝,小谷应由你们这样优秀的粉丝而骄傲,同样是当红小花,而且还在同一天开播了新剧。 可偏偏正爽的新剧就没有那么多忠实粉丝的支持,就在小谷的粉丝正在为其新剧《你和我的青城时光》摇旗呐喊的同时,正爽的新剧《我的保姆手册》,不声不响的也在网络平台上现播出了,这部剧应该是爽妹子今年的第二部剧了。 第一部就是和罗晋主演《为了你》,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,改编自唐家三少的原著小说,备受好评,最终,凭借着强大的爱地属性,在豆瓣上斩获7.3分的成绩。 而这部《我的保姆手册》,则是由正爽和太过男性因迪帕塔尼主演,是一部AI爱情剧,而且在这部剧中正爽不仅是女主, 还参与了编剧和创作,在剧中正爽所饰演的,是,来自2046年的AI智能机器人,SORRY。 他光荣地成为了第一个被抓入爱情模板的机器人,只是,为了要想测试这个模板的功能,就必须要穿越回到2018年,找我们这些他们眼中的古代人谈个恋爱。 所以,SORRY带着奉旨掉凯子的任务,就这么愉快的穿越了,碰巧大明星苏打号,因迪帕塔尼士,要利用学保姆炒作自己。 于是,SORRY便顺理成招的参加了比赛。 明星帅哥的贴身保姆,这得多少粉丝挤破头场这个职位。 可惜他们碰到了超时空技能机器人SORRY,做菜,整理房间,分分钟搞定,最终,SORRY凭借着各种出色的技能轻松地赢得了冠军。 就这样,SORRY成功从一个未来高科技智能机器人,变身成为苏打号家的小保姆。 讲真,作为一个直男加宅男的代表,小黑都十分喜欢SORRY的设定。 毕竟,谁还不想要个田螺姑娘,更何况还是个如此漂亮且善解人意的小姐姐,就连装修风格都能按照主人的喜好做出相应的乔整。 可事实证明,保姆并不是那么容易当,而明星的保姆当起来更不容易。 剧中的大明星苏打号可谓刷大牌的典型代表,他融合你能想到的所有明星的洛西,甚至就连吃方便面都只是特定牌子。 更豁奋的是他要求新任保姆,必须爱自己的要求收拾屋子。 但又不能出现在他的面前,就因为他怕生。 因此,SORRY每次去他家搞卫生的时候都弄得跟做姐一样。 除了耍大牌,整部剧中还将娱乐圈中场,出现,的一些现象,都给是罗罗的揭露了出来。 狗仔,心急表,潜规则,超CP上位,拍戏替身,等等,而当明星苏打号则成为娱乐圈这滩浑水中的一个小白痴。 比如,被要求给粉丝签名,他就准备自己动手,将所有的照片,都亲手签上自己的名字。 然后经纪人就告诉他,现在签名都是找人代签,自己亲手签实在是过于认真了。 被安排跟别人吵CP,也丝毫没有拒绝的权利。 拍戏中被同组男演员偷偷换了剧本也不知道,以至于在片场里被导演给骂惨了。 动不动还要被记者围攻,面对于论的压力他也是有口难辨。 好在人家家里有个贴心且万能的超人小保姆。 总能在关键时刻出手相救,剧本被换了没关系,用超能力同步更新,一下就搞定了。 面对记者围攻,该出手时就出手,当面出传对方的谎话。 最后,还不忘给苏打号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。 现在一般偶像剧,都以快节奏为卖点。 像以前那种卖节奏,播了一半的儿男女主角,还没见面的戏骂早就被摒弃了。 小黑感觉赵丽莹的新剧《你和我的清晨时光》,整体节奏有些过快。 虽然有人说这样很爽,可还是感觉整个节奏都背了起来。 如果带这个人喜好而言,小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上妹子的《我的巴姆手册》。 虽说目前在豆瓣上的评分惨不忍睹,只有4.9分。 可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整体节奏上都让人眼前一亮。 光看网上的播放量就足以说明一切了。 也有好事的网友说,整部剧看上去,像是郑爽的一部次传。 剧中苏打好的经历,简直就是跟郑爽所遭遇的差不多。 无论是童年的生活,还是进入娱乐圈之后的态度。 甚至就连当年郑爽穿着睡衣,甚至这种小细节都被扳到了网上。 不仅是这些,在剧中郑爽还将自己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,和被黑点都暴露了出来。 例如像这样的自言自语。 还记得去年在演员的诞生节目中郑爽笑场了? 就是这无可奈何的一笑,把他自己笑到了热搜榜上。 网上关于他演技这件事,也讨论了热火朝天。 终于,在我的保姆手册,里人家做出了正面回应。 可爱笑场,我还是要继续笑。 没办法,谁让郑爽最近两年,最大的属性就是放飞自我呢。 小黑原以为经过最近一年的沉淀,他能学会收敛一点。 可事实证明,已经学会飞的鸟,注定不能再安排下来。 郑爽就是这样的人。 出道十年,已经快三十的人了,还在演着傻白甜的角色。 而同样以傻白甜品相著称的赵丽颖已经三十多岁了。 同为单红流量小花,一个整片被吐槽演技全靠瞪眼,一个一举一动都被受观众。 他们之间到底是差了什么,演技,颜值? 还是差了一群痴迷他们的粉丝,正爽的粉丝吗? 你们就不想说点什么了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咯!